今天早上大约8点左右 在国道1号北上111公里处 苗里头粪路段 突然发生了火烧车的意外 从国道的监视器可以看到 有一辆车烧成了火球 熊熊大火将车子给烧成废铁 黑色浓烟还直窜天际 而这辆乡喜车是从苗里公馆出发 要去新竹工作 车上载着水性油漆 不明原因排档赶底下起火 驾驶赶紧靠路边停车 不到三分钟车子就烧起来 消防队赶到现场时已经全面燃烧 幸好驾驶又紧急逃生 我是徐国豪 在中式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